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罕见动了怒气 她是停下来受访 而且是拉下口罩 她说面对这样的指控 根本是抹黑造谣 而且很缺德 我们听听她的说法 现在罢免团体讲到我的太太嘉芬姐 参与这个什么打电话给教育局跟民政局 我想请问一下这些罢免团体 你们这些罢免人 你们自己有没有爸爸妈妈 自己有没有兄弟姐妹 自己有没有老婆孩子 你讲到我的家人干什么 因为你们讲这个已经不光是抹黑造谣 而且还缺德 这是我郑重的呼吁 6月6号由高雄市民朋友来决定 我们市府团队的留还是去 如此而已 谢谢 韩国瑜市长面对这样的指控 他是真的生气了 他是拉下口罩说 这样的指控证据在哪里呢 平常你们要罢免就尊重你们罢免的权利 不过千万不要提到我的家人 因为他说这样的指控根本就是抹黑造谣 而且很缺德 他今天也再次重申这样的抹黑指控 是没有根据没有证据的 不过他也被问到了说 罢免答辩书的内容 是不是愿意为高雄市民来坐马 而且是问心无愧呢 对于这个消息 他是没有多做回应